三 二 一 开始 妈 吃饭吧 志英呢 她睡了 咱们先吃吧 我不就是不同意她出去干活吗 说不得了是不是 妈 让她去上班也是我同意的呀 而且医生都说了她精神状态不好 什么叫精神状态不好 她就是装的 她每天啊 不就是打扫打扫卫生 做做饭 带带孩子而已啊 想要出去干活是吧 爱胎给我生个癌子再讲 你可别忘了 她比你大八岁啊 再不生就生不出来了 我和她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为什么还在那年纪的事情说事啊 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能明白吗 她是生病了 她生病也是被你惯的 吃 吃 吃什么饭 气都吃饱 妈走了 对 她刚走 和什么 妈走了 对 她刚走 对不起 把您吵醒了 没有 我自己醒的 今天还没打扫卫生呢 睡完了 周英 你已经收拾过屋子了 我收拾过了吗 收拾过了 你再回去休息会儿吧 我睡不着了 醒过来就很难睡着了 我在想 要不然我就先不出去工作了 这还没开始工作呢 就有这么多烦心事 要是出去了 可能会更麻烦吧 可以 那你就先在家里照顾孩子 好好休息 你认为照顾孩子是在休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我觉得你在家里 总比在外面好吧 你不要这么说 你是不是后悔了 你当初跟你妈一样 就是不想让我出去工作是吗 就想让我在家带孩子 真的 就是这样想的 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 至英 我这么说是为了你好 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为我好 为什么女人结婚之后 就只能在家里带孩子 我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 至英 你冷静一点 我现在什么样子了 至英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你冷静一点 我不要不冷静 好好好 你没有不冷静 至英 至英 你不是说过你想去金城科看一看吗 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敢跟你说 医生说你生病了 你有时候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至英 你干嘛呢 干嘛呢 女婿 今天外白可冷了 你要多穿点 别感冒啊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为什么要学你妈妈说话呀 孙女 快到奶奶这儿来 至英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我像这样 已经多久了 先坐 四十二天呢 我这样治疗就没问题了对吧 对 还好 还好女儿年纪比较小 她要是懂事的话 会觉得妈妈怎么那么奇怪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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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女儿从来没有觉得你奇怪 她会没有吓到我 她从来没被你吓到 什么 她一直觉得你在逗她玩 老公 你这段时间 该有多辛苦啊 没有 我一点都不辛苦 你不要这么说 至英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都是我太幼稚了 而且我脾气也不好 我知道你一直都有特别大的压力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保护你 至英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和我结婚 你肯定不会生病 至英 我太难过了 我好想哭 至英 但是我哭不出来 我真的哭不出来 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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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至英又跟你吵架了吗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你 你多体谅体谅她 妈 我的女儿 你放心吧 我的女儿 我了解她 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妈 我一定会爱至英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你会对至英好的 看